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他的调查结果 在上述期间有不同的临床诊断结果 但回过头来看 有一些CT影像片子显示出了新冠肺炎的典型特点 但最初仅被视为非典型性流感疾病 因为当时在欧洲 人们尚不知道新冠病毒 据报道 根据施米特的调查 直到2月底 新冠病毒在该地区的传播都非常缓慢 之后 传染病例急剧增加 并在3月底达到顶峰 据法新社巴黎5月8日报道 法国在当地时间周五迎来最后一个隔离的周末 同时被从下周一开始的渐进式解封做准备 根据当地时间周四夜间发布的最新官方统计数字 自3月1日以来 新冠病毒在法国共造成25927人死亡